香蕉一年四季都盛产,通路广泛 就连便利商店24小时都能买到香蕉 像这样随处可见的水果却有大禁忌 吃错了,居然会中毒 网络谣言,香蕉配优落乳,容易腹痛腹泻 跟马铃薯一起吃,容易长斑 香蕉配芋头则会引起腹胀中毒 哈密瓜香蕉同时吃,会让肾衰竭与关节病患者症状加重 相信吗?相信耶 为什么相信? 因为很多东西都不能夹在一起,就是不能一起吃啊 会怀疑半信半疑,说这个东西不知道可不可以吃,夹在一起吃啊 目前其实这些香蕉跟这些食物的一些相关性 其实去查一些文献,其实都没有一些直接的证据显示 说香蕉跟什么样的食物一起吃,真的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 本来就是我们一般六大类食物里面必须摄取的一些食物 那它都有它所提供的一些营养 香蕉营养素丰富,含钾量是一般水果的2到3倍 摄取足够的钾,可降低血压,还能快速补充体力 同样100克,香蕉含铭量是苹果的5倍 铭可预防心血管疾病,舒缓疲劳 同样富含膳食纤维,有助肠胃蠕动 每日摄取量,大的1分之1根,小的1根 若是高血压或接受药物治疗患者 建议先与医师商量后再使用 大爱新闻,赖培萱,李月为,台中报道